學為省廣澳在中共未見證之前 大家都覺得省是廣州市 這麼大個省會 省之首都為之廣州 港是香港 澳是澳門 澳門一定是色味 第一它是一個淺水港不是深水港 發達也有限 其實它只可以跟珠海那邊做生意 它是一個淺水港它運你不運得太多 葡萄牙人已經是中落 自己的宗主國已經是家道中落 所以葡萄牙人作為南歐文化而言 管督民地都不會管 是隨便的 大家貪貪烏烏就算了 那些人來到澳門就作威作福就算了 其實心態是打工的心態 就勾結買版文化 即港澳都是買版文化 事後宗主國和被隔離了一母體 中間做一個中間人 就是買版文化 香港人其實深受這種影響 你看看李鵬非仲仲金 受人尊重就知道了 為何你只有一人尊重 有他買版 即是踏通天地線 好 省港澳 很多東西我們今日講的用語 現在潮語不能講 我們倒轉來 其實以前很多東西都是大圈 甚麼叫大圈 大圈大圈是甚麼 你知不知 就是廣州城 也講廣東孩 其實話應該講 講到語言來說 廣東人本身都是大廣州主義 甚麼都能講虎話 為甚麼 說廣東其四目警服 廣東城四�erm 廣東有四個乎 和廣東 喺ボ 就變成一個語言 就是我們所說的廣州話 廣州和香港話不同 廣州話是有韌的 即是有腥味 有韌的 我們香港人不知為何 沒有廣州話的韌味 我們懶音更加多 所以古語來說 廣府話、四一話是有韌的 不只是聲的 其實是好聽一點 好似歌曲有少少腥味 其實廣州話的沒落 是因為跟世界各轉 而我們今日所謂的廣州話 其實是香港話和廣州話越來越合 就是這樣 所以客家人是否廣東人 潮州人是否 我們有否承認客家和廣東 都是廣東話 客家和潮州都是廣東話一部份 政治正確一點的說法 就是廣東話 就把握所有在廣東裏面說的語言 因為我們人類是這樣 誰比較威風 誰比較最重要 那些就用那種語言 所以廣東、廣州人就算在民教時 都經笑那些由鄉下來的人說話 不得符合廣州話 有謊言的香音 香港人都是這樣 叫他拼佬 甚麼叫拼佬 是農民 農民為何叫拼佬 不知 就是拼地球 搬個床桌去拼 修理地球 這個說法就是他罵那些農民 說他只會駕駛地殼、種田、歧視他們 其實廣州人很歧視鄉下人 任何城市人都覺得鄉下人是沒用的 有一種優越感 其實拆穿這樣說 廣州人住在廣州周圍的人 都覺得他自己是 偉一點 是偉一點 你要說話跟我講 是不是 一樣 所以解決問題就是 不是語言的問題 真的不可以短期解決 但用公權力來解決語言問題是最差的 用公權力來解決語言文化問題是最差的 越少用公權力的結果會好少少 一用就很嚴重 又好像現在 你所說 他明知九成人反對他繼續做 你是不是先漏打 別人出來應戰 你又拘捕別人 剛才說在省港澳 令我想起一件事 例如香港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城市都不是很多年 跟其他歷史悠久的城市來說 其實在這個地方 其實在英國人拿到香港後 才有很多廣東省不同地區 一起移民來香港居住 其實本身這個地方 我們這塊土地上 本身所存在的語言 就不是我們今時今日 我跟長毛在講這種 當然不是 很簡單 以前人家說香港不是香港 是香港 好像大班那樣 香港 為甚麼叫香港 就是水上人 英軍問他甚麼地方 香港 那不是香港 你讀不到出來的 香港 香港也讀不到 大家水上人 打魚 來到英國那些 人民問他這裏是甚麼地方 香港 是否香港 即是香港上星期都有人組織遊行 去支持廣州的撐月雨運動 其實是否香港自己都應該反思 究竟我們這種廣府話的一種 成為香港的主導語言之後 而隨之消亡一些本身在香港流通的語言 譬如水上話 現在只剩下六一倍會說 就算你去大澳這些地方 就是彈家人 譬如你在早前看電視 見到民政事務局 賣那些村代表選舉的告白 都會找些人出來說圍頭話 客家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自己的意見很簡單 不可以強制 如果說這個世界有種比較通用的語言 是令到所有人用一種通用語言來溝通 我不會反對 但要自願 不可以消滅別人的東西 因為他自願的時候 他就會懂得取捨 我覺得我懂普通話 我可以跟多些人來往 就去學 你不可以只教普通話 令到別人的謊言消失 如果自然流逝的過程 就是一萬倍 因為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文化 很簡單 香港有沒有客家人電台 有 但很少 廣播時間很短 以前香港電台 也有客家台節目 潮雨節目 現在才少 這可否看到 講白話 所謂講港府話的人 覺得他們已經有足夠的霸權 是否認識你這兩種話 但我們在現在這個21世紀 會否想起 其實好像台灣那樣 都會搞一些客家電視台 所以這個不是說 民間電台的口號 就是我們拿了一個頻道 來給那些所謂小眾 因為福建人在香港 最少說少都有90萬 客家人都不少 潮州人都不少 為何這三個語言在香港 不通用 就應該給他們一個發聲的平台 說回自己的語言 是 這個大氣廣播政策 和電視政策 其實應該遇到這個問題 否則你怎樣去令到 居住在香港的福建人 潮州人 客家人 種族形形色色的人 去保存他們的文化 將他們的文化更加合適 令到所謂香港的文化 有一個多元性、立體性 消滅了它 政府需要知道一件事 多元文化不是每年搶包山做租 推廣盤賽商品化 就是文化的保育 真正的文化保育 就是你本身生活用那種語言 可以繼續得以保存下去 當然語言有時會流勢 我覺得自然的過程好些 血裏的過程是不好 為了說話被抓 為了說話不讓人做事 尤其在自由市場都是這樣 你是一個廣東人 請福建人 你覺得我何時訓練到你說廣東話 其實工業化、現代化、官僚化、集權化 是令語言的流失更加快 有些語言是流失了 自然就好 不自然就不好 因為在自然的過程 始終會保持在那些事 如果用軍呢 沒有的